賴金德為了他的違建 連哭了五次 要引起眾人通勤 但是他是怎麼對付我們400多戶南鐵居民的合法民宅呢 他鋪聽蓋地抹黑南鐵居民日式愛錢 還造謠說南鐵東北居民要求政府拆鐵路西邊的民宅 藉此來分化市民 造成鄰居對被迫害者的仇恨與侵蝕 甚至還有鄰居在凌晨對被害者家庭罵三字心要我們滾蛋 沿線老人不堪家場被掠奪跟人格毀滅 紛紛憂鬱難眠 最後造成許多家庭人倫悲劇 並導致將近40位老人在悲憤中身亡 賴清德還虛情假意對媒體說 會再跟居民溝通不會強拆 但是南鐵案每一次的說明會 公聽會都是警察暴力 他實際上的溝通就是把百姓當白痴 這樣子來說謊 不回答老百姓的質疑 只想要說服居民買他的建商金主蓋的安置宅 甚至恐嚇我媽媽說 在台灣控制是不會成功的 看廟列的大坡人死家庭 你們家怎麼會這樣 我家被強拆那一天台南市政府用凌晨突襲的手段 那時候我爸爸媽媽90幾歲了還在房子裡面 他們就開始用大鋼牙來吃我家 只給我們兩個小時打包 當時我要求鐵工局讓我們把許多建築學者 都讚嘆的旋轉樓梯自行拆除 結果政府馬上刻意用怪手來破壞成碎片 我們深深感受到賴清德對於我們這些抗爭者的恨意 其實南鐵居民要的指貨是一個可以跟政府平等溝通的行政程序 賴清德怕官商勾結真相曝光 死都不給我們一個程序的正義 現在賴清德竟然想要補程序補稅 來讓他的違建合法化 一建署甚至要配合解編他家那塊礦業用地 你是大官我們只是百姓 你的老家省省省 但是我們的家被你強拆了 你懷念你爸爸 但是我們南鐵居民的爸爸媽媽 就不是人嗎 就應該被糟蹋嗎 就不該被懷念嗎 賴清德請你出外回應 我們南鐵居民的家是不是家 我們的父母是不是人 我到現在這個人設已經回得差不多了 我是站在一個軍方的角度 看未來的一個三軍統帥 因為國家的命運常常是掌握在總統手上 賴清德我平常我代理法院也跟他同事過了 也沒有什麼看起來蠻溫和的一個人 可是說他當市長可以搞幾百天不上市議會 兩百三十二天 兩百三十多天 這就是太固執而且槓上了 這不像是一個政治人物應該做的 被蔡英文超過 蔡英文七百多天不開記者會 那記者會跟市議會是 你市長必須去的 法律上規定你要去的 沒有 違憲 違憲 第二個動不動哽咽 這個就叫做被情緒勒索 做出來的一個反應 當總統面臨的國家有難 戰爭的爆發或者是內亂 這種壓力之下你是不是 做出不適當的一個決策呢 我們孫子兵法裡面就講 將不可怒而心思 什麼意思 我不應該生氣了我去打仗 去打人家 不可暈而自戰 就是說你那麼懷憂喪志你去自戰 所以這個東西我關心的 不是他言喻的這一部分 我關心的是你選上總統 台灣這四年又是風高浪急 這種危機狀況之下 你能不能做出正常的判斷 還是評論你的個性 老子就這樣幹 就是他的領導力的問題 這是我非常擔心的 因為我們在國防部 有些單位是有壓力的 就可以看出每一個人的反應 是對還是錯 我比較在乎這個事情 因為你是我三軍統帥 中國軍演什麼東西 你的反應 美國的反應 我都很擔心 都要考慮到進去 但淑慧也講 游淑慧也說 這個違建不拆 大家都會想起當年南鐵東儀計畫 你強拆居民合法建物 甚至導致多人抑鬱而終 而且你看我剛剛講的 明明都有拍到 是在打掃用的工具 而且這兩個身上 別有政見的人是憲兵嗎 是國安還是都是賴家親友呢 注意這可是有政見的 那話說回來現在我們就要看 對於現在賴清德的選情怎麼看 亮哥因為我們知道最新的聯合報 他們做的民調 就現在其實藍綠已經是拉平了 31了 如果這個事情繼續這樣燒下去的話 怎麼看它的影響 或者我要說的是怎麼看它的衝擊 因為就成如你剛剛講 連吳子嘉董事長也在講 現在就是一直在打這個事情 這個賴清德就賴不掉了 因為你的違建就是不拆 那可能會對你的選情 會有負面的影響 亮哥 其實它從40崩跌到35 36左右了 跟這個事情就是有關 就它失去網上的動力 這個簡單講就是人家對你的 那個本來的期待 那因為你的人設的破滅 那你就帶不動 那現在 現在坦白講大家 這個擔心不只是他個人的選舉 因為這個拖越久 那所散開影響的中間選民會更多 那事實上兩黨的基本盤 基本上都回歸了 現在就是中間選民在那邊拉來拉去 那現在民進黨最擔心的是 一絲15命 搞不好有15個立委被他害死 就是一樣會影響到小七個選情 因為有15個立委是PK盤 那你可能這件事情 那就危險了 你就影響個1 2% 人家就覺得說 你們民進黨怎麼有這種黨主席 你就被遷怒嘛 那影響個1 2%搞不好就落選了 因為一個選區30萬人人口 大概投票的人大概20 你還要看投票率啦 那基本上5千票就倒了啦 因為PK盤真的蠻多的 而且單一選區有一個特質 當他要開始懲罰的時候 那非常恐怖 就是你可能每一區都輸 那有些人就莫名其妙當選 可是這個就好像 那個2020年李永平跟賴平瑜嘛 李永平從頭到尾民調都贏了 那最後輸2700票 就是這樣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要食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